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向现成体函数传递参数 首先看我们的课程目标 学会向现成体函数传递参数课后作业 编写代码案例实现向现成体函数传递参数 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说过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如何创建一个现成 其实创建现成之后呢这个现成主要是执行一个函数 是吧那执行这个函数的话就会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说既然执行这个函数也就会面临着向函数传递参数这么一个问题 上节课我们只讲了这个创建的现成如何去执行这个函数体 并没有讲如何向这个函数传递参数 那么这节课我们主要就讲解这个问题 就是创建现成的时候这个现成去执行一个函数 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如何向这个函数传递参数 首先是呢就是传递参数的话 有两种方法 或者说是大家理解为是两种类型 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要是给一个函数传递一个参数的话 有几种可能 是不是 我可以向这个函数传递一个参数 这是一种类型 就是说我只传递一个参数 向函数理 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就是什么呢 传递多个参数 那么第二种方法的话 我们如何向一个函数就是现成执行的函数传递多个参数 这将是我们的第二种类型 好 我们先一个一个的讲 先讲第一种类型 就是现成函数只有一个参数的情况 直接定义一个变量 通过应用 传递现成函数 咱们来看这个例子 好 我现在把那个小圆主笔调出来 咱们知道创建函数创建现成的时候要帮盘这个投文件 这一个是命名空间 这个用std这个命名空间生命一下 然后呢 我们创建了一个现成区别 紧接着我们编写了一个函数 单纯的看这个函数的话 和c与言里边的普普通的函数没有任何形式上没有区别 但是呢 它的就是说格式上还是有所要求的 比方说这个函数它的返回值 必须是word星类型 那么这个函数的参数 它也是word星类型 好 其实这个函数很好写 大家想想如果自己想写想创建一个现成 并且要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干嘛呢 让这个现成去执行 那么我们写的这个函数 首先是这个函数的返回值是一个word星类型 这个是不容改变的 那么它的行参呢 也是一个word星类型 是不是很好记啊 好 那个函数体 我们稍后来讲函数体是怎么实现 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先侧重讲一下这个密函数 首先是我定于一个 就是返回值 如果创建现成失败的话 会给它复值 紧接着我们创建一个现成 这个现成呢 它的创建之后要执行的函数 是fn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不是一个函数名 或者是函数例子 fn是不是我们在定义的这个函数 好 并且呢 我们刚才在密函数里边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 i 等于10 把这个i 一定要记住 因为 因为它的行参是一个word的心类型 尤其是它是一个指针类型 而我印的i 它不是一个指针类型 那么我是不是 这儿必须得加一个取地址预算符啊 把 印的i的 地址 传过去 那么这时候的话 自动代码 一旦执行完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县程 而这个县程执行的话 就是fn这个函数 并且 它会把这个i的 变量的地址 传给word的心这个 行参 好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i是个inter类型 那么 这儿形参是word的心类型 我们是不是得要给它加一个类型转换 把我们的i 把我们的i恢复成我们原来定义的interi类型的这么一个电量 那么怎么来转换的呢 首先是 ARG 这一个就指向了interi 变量的地址 然后我给它加一个强制类型转换 印的心 那么这一个 ARG 这一个word的心类型的参数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硬的心的参数 强制类型转换 紧接着又加了一个心 代表什么呀 代表 这个地址的 这个地址里的内容 付给i 那这时候 这个i值是不是 就在我们函数体里边拿到了 并且把它打印了出来 sealt 把我们的i变量打印出来 好 这是一种情况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 向现成要执行的那个函数体 传递一个参数 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有的同学问了 万一我要传递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等等 许多个参数 如何向函数体 传递多个参数呢 这是我们的 第二种 就是 现成函数有多个参数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必须生命一个结构体 然后包 来包含所有的参数 然后 再 传入 现成函数 具体 请开代码 好 我们 这个代码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又写在 PPT里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 如何 向函数体 传递多个参数 好 前面是包含同文件 我们已经刚才已经说过了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定义了个结构体啊 定义了个结构体 结构体里边定义了三个变量 也就是说 当然我们要传递四个的话 传递四个变量的话 我们可以依次类推 后边再加 都是可以的 首先是三个不是一个 是多个是吧 问题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下 我向函数体传递多个参数 比如说我要传递一个 姓名 年龄 体重 这三个变 这三个参数给函数体 那么整一样才能把这三个参数 传给这个函数体呢 好 首先看我们的函数体的实现 刚才我也说了 这个函数体 就是说被现成执行的这个函数体 它的返回值必须是窝外的星 类型的 形参是窝外的星 是吧 好 函数体我们稍后再讲 我们先看命函数 命函数里边定了一个结构体 ARG 是吧 定了一个结构体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 向这个结构体的每一个成员 像姓名 年龄 体重 分别给他负了三个值 负了三个值 姓名 负了一个置数串 年龄 负了一个印度值 体重是一个 符号的类型 当然我们现在给他负了一个70 这样复制也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 加个小F 这样也是可以的 告诉他我这个字就是辅导类型 紧接着 我创建了一个县程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县程 这个县程执行的函数体是 THFN THFN是不是刚才我们上面声明了这个函数 的函数名 也就是函数地址 传递的形差是一个ARG 好 ARG 是不是我们这里定义的一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是不是包含三个成员 姓名 年龄 体重 而且我们给他已经负了值了 分别是 制服法 是吧 数字 等等 已经给他负了值了 把负好值的这三个值 如何传给函数体呢 就通过这么一个结构体 然后呢 我们 给他 传递 刚才我们上上个案例 我们已经说了 为什么加个取缔的云算符呢 因为 这个ARG大写的ARG 这个结构体 我们定义它不是一个指针类型 它是一个非指针类型的 非指针类型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要传递一个指针的话 是不是必须得用取缔的云算符啊 好当代码执行到这儿的时候 创建的县程是不是就 开始执行这个函数了 TSFN 并且呢 帮我们这个ARG 这一个 参数 就是形参 里边分别付了这三个值的 参数 然后呢 就直接系统会付给了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声明的函数 这个这个这个 形参了 拿到它之后 紧接着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复原 把它变成我们定义的结构体的类型 ARG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 ARG P等于 ARG 强度类型转换 把它转化成我们的结构体 然后呢 转化成之后呢 把我们的结构体里边的传递的值 就是传递的这三个值 进行printf打印 如果 我们打印的这三个值 是我没起初给它负的这三个值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证明 我的函数体 传参 传成功了 而且传的是我想要传的值呢 嗯 好 这个案例我们来调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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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首先 首先可以看到啊 在我们的 零零下已经存在该原文件 我们对它进行编译 我们对它进行编译 GCC 我们对它进行编译 好看一下我们的可执行文件是否已经生成OK可执行文件已经生成那么我们来运行一下它 第二 点斜线 这样可执行文件就是运行该可执行文件 好可以看一下 性命 性命 年龄 体重 分别都已经打印出来说明什么呀 是不是说明我们 人传递多个参数是可以传成功的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小课说的就是如何向现成体函数传递参数当然包括传递一个和多个这两种情形分别是怎么实现的 好这节课到此结束